周三,上午9点20分 赵勇从小魏口中掏出来两个情报 一是方恩山喜欢唱歌和麻将 其次立项报告卡在计划财务处 他一早来到公司,向唐南军汇报一遍 他顺手摸烟,拉着赵勇躲进那个吸烟的角落 喷了几口烟,思路就来了 你继续在通管局炮,把方恩山约出来 让他呼几巴 赵勇打开手机免提,向小魏打听方恩山的动向 兄弟,我,赵勇 嘿嘿,今天不来 小魏声音很开心 嗯,我在顶层发现个地方,有空来坐 哎,方处长在吗,我下午去拜访一下 小魏捂着电话,抬头看一眼办公室内的方恩山 在,每天都有厂家的人 处长是笑面虎,让他们介绍公司和产品 然后笑眯眯的拍手夸上几句 你把资料留下来吧,我们仔细研究 他们人乐点点离开,转眼就把资料扔进垃圾桶 这种事每天都有,你来了也这样,没用 赵勇想不出好办法,向小魏抱怨 去也不行,不去也没戏,真难住我了 小魏眼睛转转,压住电话 哎,告诉你一个消息啊,下周出长出差 唐南军摁住麦克风,趴在赵勇耳边嘀咕一句 赵勇立即追问,去哪出差 天津,开会 金经堂高速入京管理的会议 天赐良极 赵勇说声多谢,约好下午在顶层见面 挂了电话 唐南军摁灭烟头,叮嘱道 方处长在北京,上有领导,下有老婆 去天津就好办,你跟去 不择手段,搞定他 不择手段,赵勇被这四个字刺激 眼皮跳了两下 还有四个字 唐南军狠狠地盯着赵勇的眼睛 不惜代价 一辆白色的雅阁轿车驶进停车场 田蜜从司机位置钻出来 瀑布式的直发变成弯曲的波浪 素色连衣裙被换成了质地优良的米黄色大衣 看见赵勇,目光中透出一丝迷茫 他这边有了不小的变化 黑暗的现实世界伸开双臂将他拥入怀中 赵勇从领班那里要来他的手机 趁还在北京约出田蜜 他仓促站起 膝盖碰在桌角,疼得笑容扭曲 田蜜,好久不见,还记得我吧 田蜜坐在对面,双臂盘在胸口 你叫赵勇,对吧 他还记得 赵勇把近况兴奋的盒牌托书 是啊,我现在在中联,知道吗 我的电脑就是中联的 田蜜看看门口,只有赵勇一个人 周睿也去了 赵勇顿觉失望,将菜单推过去 点菜吧 田蜜又推回去 我吃过了,你点吧 赵勇飞快点了几道菜 看似随意地问道 现在还唱歌吗 田蜜斜靠在沙发上,想着尽快离开 应付着说 不唱了,我在永家集团下面的一家房地产公司 也做销售了 赵勇找到了共同的话题,很兴奋 我做办公室 田蜜接电话,发传针,看看邮件是一份很清闲的工作 田蜜开着雅阁,穿着打扮更不像经济窘迫 办公室的收入难以支持 赵勇不惧多想,从包里掏出一张光碟 我找到一家很好的民谣酒吧 歌手虽然不知名,却有很好的作品 这是我克制下来的,外面买不到 这狠合甜蜜的心意 他露出笑容,收起光碟 赵勇识趣地埋头快吃 然后召唤服务员买单,站起来 郑重地将压在心底的道歉说出来 见到你真高兴,八年前的事情,非常对不起 田蜜对赵勇的印象改观了一些 没关系,也好,我明白这个世界到底是怎么回事了 两人出来,田蜜到车离开 赵勇突然跳起,冲到路边招来出租车 快,跟上那辆白色雅阁,别跟丢了 司机摘下墨镜,怀疑地打量赵勇 他只好解释那是吵架的女朋友 司机脚踩油门,拍拍方向盘 放心,北京这么多,他跑不了 周四,上午九点十分 人只要能忍,便没有熬不过去的难关 方洪伟输了订单,从不抱怨 而是去解释道歉,仿佛欠了客户人情 时间长了,张大强过意不去,给他些小生意 方洪伟感恩戴德,来得更勤 因此,张大强一早上班,见到方洪伟并不吃惊 让他眼前一亮的是他身边的美女 极尖的短发,颤着淡淡的紫色 亮晶晶的耳坠和精致的胸针传递出淡淡的味道 站在那里,也不说话,便透出了一股明星范 他屡次失败,难道这次换了路数 方洪伟果然笑呵呵地介绍 啊,洛家,接替我负责北京通管局 以后啊,经常来骚扰您了 哈哈,欢迎骚扰 张大强很满意这个词 洛家不喜欢也没办法 要是平常啊,早就敲爆对方的头 现在人家是客户,只能装作没有听到 侧身一让,将挑选座位的权利交给张大强 办公室入口摆着一个长条沙发 左右各有一个单人沙发 围着一个玻璃茶几 挑选座位非常讲究 关系最差,客户在座位上屁股都不抬 表示根本不欢迎 关系好,客户迎到门口热情握手 让置沙发主座 这次好像不错 方洪伟搶在单人沙发 暧昧地让洛家和张大强去挤长条沙发 主任,坐 洛家不想与张大强挤一起 方洪伟不停地喘动 坐在主任身边,挨着说话方便 我倒茶 洛家托瓷溜到饮水机边,翻腾茶叶 张大强那么色 方洪伟在火坑边不拉一把,还向里面推 他气茶回来 张大强笑眯眯地拍着身边的沙发 洛家无奈只好坐在长条沙发 方洪伟没开眼笑又挨近一点 美女出马,马到成功 方洪伟开心地打听二期工程的预算和进度 张大强却哼哼哈哈,虚语尾仪 时不时挪屁股挤洛家 嘴里继续应付方洪伟 二期工程射击面极广 我们还需要研究 时间表也没定下来 我们 张大强话中没有用我 除了张大强,还有谁 洛家明某闪亮,似在局中 方洪伟无意中看见心里一颤 他竟然能够洞悉局面 张大强喝干,不让洛家倒茶 不喝了,一会儿还有个会 方洪伟搓手站起来,要告辞离开 洛家脑中闪过北京通管局的组织架构 张大强的信息中心负责建设和维护 计划财务处才能立项 突然插话 难道方处长不同意? 张大强一惊,手腕颤动 茶水溅在桌上 你认识方恩山? 洛家意识到说错话了 不敢撒谎,笑着说道 方经理提气过 张大强放下茶水,紧皱眉头 二期工程由信息中心全面负责 立项后就与计划财务处无关 洛家出门叫到出租车 乖乖坐到前面 我说错话了吧,严重吗? 嗯,很严重 方洪伟憋起圆滚滚的腮帮子 方恩山与张大强有矛盾 他从来都是单线联系 见张不提方,见方不提张 洛家刚才提及方恩山 肯定让张大强不爽 他本想去见方恩山 没有不透风的墙 办公室中人多口杂 传到张大强耳中 就跳到黄河都洗不清了 张大强与方恩山 确有芥蒂 洛家琢磨着张大强耐人寻味的话 立项后便与计划处无关 这是什么意思? 他犯了商场禁忌 与其紧张,神情可怜 哎呀,我没有考虑到这么多 商场是什么地方 说错一句话就死定了 方洪伟见他知错 就不再继续教训 但是洛家唐突一问收获极大 二七工程看来卡在计划财务处 他闭眼沉思 你去见方恩山 我不能陪你去 以免大将知道 你这就打电话约 和周瑞一起去也不错 洛家坐直身体 调整呼吸 拨通电话 您好 方处长吗 我是 哪位啊 电话中传来一个圆滑的男生 洛家在魔鬼训练中 反复练习过电话邀约 阐述拜访价值 提出拜访要求 您好 我是杰克的客户经理洛家 我们致力通过信息系统帮助您缓解交通拥堵 提高交通效率 我想去拜访方处长 方便吗 方恩山不知道洛家 你和方宏伟是什么关系 我接替方先生为北京通管局服务 啊 下周一上午十点 来办公室 方恩山挂了电话 洛家约到方恩山 方宏伟颇为满意 继续指点他 你再去一趟永家集团 见见王博士 永家集团的王博士 洛家依稀听说过这个名字 方宏伟声音极低 显见十分机密 永家集团背景深厚 前几年进军信息产业 惠康一期工厂 就是和他们合作 王博士是永家集团的创始人兼总裁 名叫王凯 人才和学识不凡 家事更是不得了 翻云覆雨 只要取得他的支持 拿下二期工厂 易如反掌 周四 中午十一点十分 洛家回到办公室 旅行秘书的职责 将一份绿黄红黑四色的表格 放在桌面 雷利行受红绿灯的启发 发明出一种颜色管理 业绩优秀的主管 用绿色框出来 可以抬手放过 黄色警告后仍可以放行 红色问题严重 是管理中的短板需要停下来反省和改进 黑色就像是违章的司机必须严肃处理 他们就像企业内部的垃圾必须清理出去 才能新陈代谢 他上任之后从香港 台北上海和广州转一圈回来 肯定了判断 市场做不好的根本原因在于人 他低头看着表格 黑名单上的第一个人就是方洪伟 那晚方洪伟喝茶还是饮酒 雷利行确认 能力不好可以培养 心态不好可以调整目标 如果心态和能力都有问题 他只能走人 自己饮酒 跟你喝茶 洛家印证了他的记忆 方洪伟业绩不佳 心态和能力也有问题 诚信更不及格 请 雷利行眼神中光芒淋漓一闪 恢复正常 老板好 方洪伟胖胖的身影出现在门口 笑着与洛家打招呼 姿势极为憨厚 要是遇到其他老板 他肯定能够隐藏下去 可是雷利行火眼金睛 不到一个月就把他看透 洪伟 最近怎么样 雷利行挂出笑容 站起来握手 示意他坐在对面 还好 我正带着小夕和洛家去见客户 方洪伟真的很忙 挖来罗小夕 又来了新老板 他信心大增 雷利行只是寒暄 把销售报表推到他面前 这里是去年的数字 目标是三千五百万美元 实际上做了一千六百三十万 完成百分之四十六点六 黑矿让方洪伟浑身不舒服 杰克的交通事业部 新成立 惠康做了十年 根深蒂固 雷利行打断了他的解释 我们在一七工程 拿下几个省 呃 我们的团队很年轻 而且方洪伟再次解释 这恰恰是雷利行不喜欢的方式 他不想浪费时间 一个省都没有拿到 理解 还有其他难处吗 去年人心涣散 没有主心骨 方洪伟今年做主准备 您来了 我有信心 雷利行用铅笔轻轻地敲打桌面 笑了 这是他不耐烦的习惯 很好啊 我猜 你今年一定有了很好的计划 老板是合情合理的 方洪伟略微放松 今年智能交通二期启动 机会不少 他挖来罗小溪 山东十拿九稳 然后就可以乘胜追击 我一定争取拿下几个省 雷利行和颜悦色 很好啊 今年的目标 四千万美元 第一个季度 打算做多少 方洪伟突然懊悔 先点头再摇头 项目刚启动 这个季度 不一定都能签下来 很合理 二月中旬就是春节 客户要休息 这个季度只有十二周 雷利行很为方洪伟着想 他点头如同击倒米 老板是通情达理的 雷利行突然收敛笑容 但是你得给我一个数字 方洪伟在他灵力的目光下紧张起来 数字不能乱讲 雷利行浮现笑容 对办吧 第一个季度就做到五百万美金 我努力 方洪伟忽然发现自己掉进圈套 雷利行笑着说 一言为定 方洪伟心虚 额脚挂上汗珠 起来答应 一言为定 等等 等等 雷利行再次示意他坐下 做不到怎么办 方洪伟仔细地琢磨 鼓足勇气 承诺道 我 我一定尽力而为 如果你尽力了 仍然做不到呢 雷利行毫不含糊 不让方洪伟糊弄过去 我提头来见 方洪伟豁出去了 拍着桌子再次站起来 我要你的头做什么 洛佳 雷利行伸手 洛佳敲打键盘 鼠标一点 文件从打印机里吐出来 方洪伟取来文件 脸色猛然张红 PIP 业绩改进计划 公司逼迫员工离职的书面手续 雷利行将一支笔递到方洪伟的面前 我们谈得很有成效 你找到了问题 也提出了改进计划 并承诺第一个季度做到500万美元 请你签字 呃 这是业绩改进计划 简称PIP 如果你不愿意 可以拒绝签字 我会直接交给人力资源 方洪伟的心脏砰砰跳动 颤巍巍地抓住笔 签下名字 一步三晃离开办公室 雷利行目送他离开 抓起第二份红绿黄黑的四色名单 贴在白板上 他们是三十多名一线的销售人员 他们也许有父母要照顾 也许有孩子要抚养 也许每个月都要支付房贷 连洛家都觉得残忍 为什么一定要让他们离开 流水不服 护输不度 雷利行吐出八个字 他严格奉行莫为淘汰制 洛家不理解 他上任的第一件事是招人 第二件事是裁人 一进一出 岂非多此一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